巴哈马可是人均奥运奖牌榜的首位 为什么 因为它是人少 波里维亚可是奥运会上最实在的国家 因为它是第一个承诺 绝对就给现金奖励的国家 每个获得铜牌的给三万美元 银牌四万 金牌五万 这个运动员都哭了 他觉得自己会得奖 这姑娘的三轮车哪 估计刚才突破过去的那个李仪小姐 是自行车的链子掉了 中国女性的运动员取得了那么多枚金牌 而且运动员的人数这次也超过了男性运动员 为什么不能在东京奥运会上 让女性运动员来当骑手呢 比如说女牌或者怎么样 你要同意这个创意的话 请在家里鼓掌 另外我觉得中国体育代表团的 鸡蛋炒西红柿的入场服装 还可以吧 毕竟很多中国人学会的炒第一个菜 就是西红柿炒鸡蛋 还真有点代表特色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裁 2019主持人大赛 我是从主持人大赛走出来的主持人 也是主持主持人大赛的主持人 萨贝宁 欢迎各位 你们做过到今天还要高考的那种噩梦 你在提醒自己 我已经大学毕业我都工作了 但没有用 这个噩梦会纠缠你一生 你知道20年前我参加主持人大赛 要坚信我们一定不是最后受大赛折磨的人 谢谢你们今天来了 我想问小蔡你这个信息是从哪来的 我这个信息 是我脑海中 我们在做新闻工作的时候 最切记的就是想当然 康辉现在还有一个新的名字 叫当代怼言大师 对 对我 不是怼是对 我是对 你又得扣200块钱 对言大师 康辉今天又会对谁 原谅 原谅 康辉 他最近对人呢 对惯了 见到谁都想对 出场的时候观众有欢呼声 主要还是冲颜值吧 小蔡酸溜溜的那句 这欢呼声是给颜值的吧 颜值有的时候就是实力 你的眉头紧锁是什么意思呢 酸溜溜吗 不是啊 不是我写的 是咱程序写的 请问机器怎么知道我身高 这是个千古之谜 我问你这个事件 如果你来评价 我又不是选手 我为什么要接受你的考试 知道这个难度 比你要大多少吗 知道这个 我为什么要上去 现在请回答 请把鲁剑的话筒 关上了 你一会儿挑战不可能 一会儿进入说法的 你要干嘛 我还没打算退休 是谁干的 你告诉我 是导演组还是你 有时候做主持人 需要脸皮厚一点 像你身边的那位 多学习学习 康辉啊 它很符合当下的审美 小眼睛 厚嘴唇 就跟你正好相反 我也是小眼睛 厚嘴唇 我不告诉你 宝宝 你不要再次想当然 别赞 热爱之所以有力量 就在于 你就坚守它就好 永远不要去想 它会有什么结果 也许你热爱一辈子 真的毫无结果 真正的热爱 它一定是不记忆的 最终的回报 面对大赛 机会来了 展现一下自己 衡量一下自己 究竟在这个梦想上 我们还有多少路要走 他只是千百万 他来了 他来了 他脚踏降员走来了 他来了 他来了 他带着礼物进来了 他只是千百万 普通人中的一员 他始终间 他来了 他来了 他脚踏降员走来了 他来了 他来了 他带着礼物进来了 大哥大哥欢迎你 感谢你来我这里 大哥大哥欢迎你 等风等雨等约你 他来了 他来了 就会给你 我想要吃甜的 6月1号 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 12306网站 信用中国网站 我得讲你多好不许 我得讲你多好不许 书写新篇章 同时还要祝愿我们的本国 什么片子 真是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海峡两岸空中两岸的所有同胞狗年大吉 哇哇哇